机械手臂精准地夹起种子 接着另一只手臂把盆栽里的土拨开 最后再用土盖住种子 秘鲁飞银利组织丛林守卫者跟机器人公司合作 利用机器人来播种 一个早上就可以种下600棵植物 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 帮助富裕亚马逊雨林 这款机器人是由瑞典瑞士跨国公司 ABB Robotics所制作的UMI双臂机器人 由太阳能供电 并能通过太阳能卫星WiFi 从一万两千公里外的瑞典来进行远端操作 丛林守护者更找到当地的原住民来当护林员 提供训练及工作 主要让他们不再从事伐木或采矿 更让他们成为保护雨林的一员 新唐人亚太电视丁雅纳综合报道